墨池点点红秋树美工笔花鸟师生展 目前正在内湖公民会馆展出 有多年教学经验的秋树美老师 特别带领学生共同举办工笔花鸟的画作展出 透过观察大自然将一草一木花鸟走兽入画 还有学员将自己退休后的心境一起融入工笔画中 这一次我们在内湖公民会馆的展出画作 都是由中正纪念堂的五班跟晚班的同学一起来展的 总共有差不多32个学生 然后作品有50多幅 这一次的作品林兰满目 都是学生他们喜欢的作品 包括我课堂上面教的 或是他们自己去写生创作的 包括花鸟草虫走兽都有 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一起参观这场的展览 我这一次展出的作品是以白露丝为主要的 因为我是内湖人 我在内湖的内沟出身长大 我也是念内湖的东湖国小 所以说我本身现在也住在内湖 我对白露丝比较好的印象 比较深刻的印象 就是因为我小学放学回家的时候 都会经过一个白露丝山 可是这个白露丝山不是现在大湖公园上面的白露丝山 是在我们有一个全部都是竹林的地方 所有的白露丝都会在上面休息 产卵延续下一代 我们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他 所以我对白露丝是非常有感情的 所以这一次能到内湖公民会馆来办这个师生展 我就以白露丝这一幅画作呈现给大家欣赏 那这次是由我来策展的 那我自己本身在本次的作品里面 我有两幅作品 那一幅是戴圣采菊 另外一个是在后面有一个就是柿子跟那个蓝雀 那我画我是金门人 所以我当初我在就是画这幅菊花的时候 那是因为菊花其实入画 从以前到现在其实比较少 那菊花本身它有一个意涵 就是一个隐私的一种精神 那文人很喜欢这种就是 等于说他的休闲 他的那个意境里面有一种隐私的状态 那因为我以前也是在金门 我以前有在政府单位担任过职位 我是以前是金门酒茶厦门公司的总经理 那后来我来退休了以后 我就开始跟邱老师来学画 那所以这幅菊花的这个部分 我就把这种精神 等于说我自己也退休了 然后我开始来学画 我有这种意境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里面有一个戴圣 那在戴圣是我们金门的就是线鸟 那其实戴圣等于说是古时候 索罗文跟四八女王的信使 那所以我把这幅画呈现在这里的时候 那就是有一种就是 当你在休闲隐退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休闲的时候来学学画 那种休闲的精神 我这一次参展有三幅 那这是其中一幅 那这一幅的话就是 利头鸭家那个芙蓉 那因为我家就住在双溪 那个河边 所以我常常去那边那个散步 常常去散步 那在因为台北市的那个环境 那个环境现在变得很好 就是这一些绿化什么都很好 所以我常在那个河堤那边 看到很多鸟类 像那个亮鸟啊 八哥啊 南雀啊 甚至我也看过绿头鸭 那河边也常常有一些芙蓉 那我就想说 那把我们河边的一些风景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呢就 就创了这幅画的那个稿子这样子 那找一些资料 然后或者是 就是去看一下那个芙蓉是怎么长的 那稍微看一下参考一下 找一些资料 然后就说出了这幅画来 那邱老师其实他帮我们 就是他在 他很鼓励我们常常要去写声啊 去观察大自然 所以我觉得我学了这个画之后 会变得比较 就是只要出去走路或干嘛 就会比较常会去注意这个植物啊 这个花啊 它的生长的季节 还有它的那个结构是怎么样 那反而对自然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了解 然后更容易融入那个大自然中 而不是就是这样子走走 呼吸新鲜空气 然后走马看花就回家了 对 我这一次呢 主要是这幅 后面还有三幅 是有一点不同 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强调 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环境有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把它画出来这样子 那我这幅呢 是苹果跟这个冠语画眉 苹果是属于在我们台湾 它会种在比较高山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配的鸟 就是属于比较寒冷 比较高一点 台湾有的鸟 这个叫冠语画眉 在平地可能比较少一点这样子 然后我会选这幅是因为 我们除了花鸟以外 我们也有水果 那我想一想大家 交出来的作品 水果比较少 所以我就选这个这样子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什么是公笔画 邱素梅老师说 公笔画主要是先画出 精致细腻的线条 再用颜料层层渲染 呈现出精致的美感 大家都不了解 什么是公笔画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公笔画 公笔画就是用精致细腻的线条 在我们的有凡过的宣纸上 或是颜布上 画了精致的线条 然后再经过层层的渲染 然后创作一幅精致细腻的作品 那我们公笔画 它的创作就是 我们从临摹 再写身 再创作 所以说 在临摹的时候 就是初学者 我们都是以临摹为优先 然后再加上 自己的写身 再创作 就可以得到一张完美的作品 大家都说 公笔画很难 会伤眼睛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的公笔画 一定要出去外面写身 写身的时候 我们就会接触大自然 然后接触美的事物 接触美的事物 就会让我们的心情产生愉悦 愉悦的画 就会创作出好的作品 因为它是慢慢一笔一画 然后融入那个画中 然后因为你要去观察那个大自然 那你在画的中间 你感觉你好像在那个大自然里面 那当你画得越来越认真 越来越进入那个状况的时候 你感觉好像就是在一个 冥想的状态当中 所以就算你心里有什么很多事情 或者是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你在画的当中 就慢慢的被疗愈了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都在大陆 那我退休下来了以后 我第一个报名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邱老师的 那个公笔花鸟的这个的 所以我习画的时间总共三年 那刚开始学的时候 其实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老师很亲切 而且很有耐心的 教我们从怎么开始拿笔 然后把解释我们所用的公笔画 到底是什么叫公笔画的一个过程 然后让我们这种初学者来学的时候 那我第一幅画画出来以后 我觉得好有成就感 那老师也同时那时候 我们刚开始初学的时候 老师也很热心的把我们的作品 不管在中正纪念堂 或是有参展的机会 他都让我们有机会去出现 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呈现 那我也很幸运的 就在那个时候 我的作品也有录到 就是那个时候 就有一个当代的 那个就是书画名录 我们等于说两岸的部分 有把我的作品也放进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然后另外一个额外的优点 就是说退休了以后 你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跟场域 跟交到很多有志一同的朋友 交换心得 没有勾心斗角 很快乐的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这个阶段最快乐的一件事 那创作的过程的部分 我把我们金门的生态 包括我的鸟类 包括我的就是植物的部分 我希望一一的因为老师的教导 我能够慢慢的 把我们金门的生态呈现出来 那这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人家说 林翠云你会画画 对的 我觉得我就有这样的一个 把我以前不会的东西 这次竟然有机会呈现出来 我就非常谢谢老师 也就是也谢谢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有把我自己潜在的一个 原来我也可以画画的这个 这个能力呈现出来 邱素梅老师说 公笔画的创作呈现 其实很活泼多元 现场有学员画在一种金色的金尖纸上 展现不同的视觉效果 也有画在捐扇上面 多面的捐扇加上公笔画风 衬托出了不同的美感 内湖公民会馆馆长张秀杰说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欣赏 秋素梅公笔花鸟师生展 沉浸在细致优美的画作中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欢迎订粉丝%